由恒元祥发起的恒爱行动 遍及全国 长江两岸 黄河南北 中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 全都发动了 连香港都动起来了 香港小姐 香港模特 都知爱心猫衣 你像这是什么人呢 那都是名人呢 平时的时候 头一个字 就装着点 就装 二一个字 酸 一般人不能靠近的人 为此事深受感动 也伸手 织上爱心猫衣 另外啊 连那扶刑人员 监狱里的女犯人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为了赎罪 也知上爱心猫衣 在一言以蔽之 全国全动起来 效果相当良好啊 不是五十七万三千名孤残儿童吗 广收回的爱心猫衣 就接近了这数目 仅差一步之遥 就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 中国两大权威部门 中央电视台 特为采访了刘瑞奇 同时人民日报 也发表了社论 大力赞扬和推广 恒爱行动 为此到了2007年的时候 刘瑞奇 被评选为慈善家的光荣 称号 慈善家呀 那是一般般给的嘛 多光荣啊 同时在2007年 我们敬爱的胡锦涛主席 亲自接见了刘瑞奇 并跟他握手 多大的光荣 中央的主席都跟他握手 看来刘瑞奇功不可没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件事情 咱必须得说 什么事情 就在恒元祥 还没怎么发展之前 那这小有点名气 刘瑞奇作为主负责人 跟他的朋友 每人扛着一只大箱子 到全国各地推销恒元祥的产品 到那块推销毛线去 求人家给代卖 咱就说有一个地方 这位是吃生米的 眼水不浸 刘瑞奇 两个人等进了屋之后 把大箱子放下 就问 哪位是负责的 哪位是经理 经理翘着二郎腿 拿着夹脚 正咔不咔不 脚手指甲 一边脚着 翻眼睛看了一眼 我就是啊 啥事 经理跟你说点事 我们是上海恒元祥来的 我们生产的恒元祥 小男牌的融线 您看看质量怎么样 如果行的话 请您给代销 上海来的 打开我看一看 和这位这个牛劲 甭提了 刘瑞奇把纸盒箱打开 拿出鸡卷毛线来 往柜台上一放 经理用手抓了抓 手感 拿到鼻子这闻了闻 行 质量还不错 怎么 你们恒元祥还有工厂吗 这是哪生产的 跟刘瑞奇一块去的是好朋友陈伯青 陈伯青呢 他不是上海人 陈伯青多嘴说了一句话 是我们常生产的 这经理啊 警惕性还挺高 听你的口音 你不是上海人 你们是乡镇企业吧 我好学上当 乡镇企业的东西 我们这不要 贵贱不要 把两人几乎给轰出来了 两个人扛着这箱子 走街串巷 走了许多大百货公司 结果都碰了南墙了 后来刘瑞奇没办法了 想出主意来了 咱不能白出来 大城市不行 走小城市 大百货进不去 走小百货 后来有一家小百货的负责人 一看这毛线不错 有利可图 提出来要求 说我们可以给代销 但是咱们双方得签订一个手续 如果质量出了问题 你们得负责到底 如果掺责 你们得负责到底 再有一个代销费 你们比别人家都得高点 刘瑞奇不解就问他 为什么同事毛线 我们要多交呢 那人乐了 你看看我们代销这些毛线 那商都有牌子 都是名牌产品 就凭这个 你们没有什么名字 也没有什么名牌 那自然比别人要交的多一些了 愿意咱们就签协议 不愿意拉倒走人 真没有办法 刘瑞奇忍痛憋着气 签订下这份不平等的条约 此事过去之后 你还别说这家卖的还挺好 不断地跟刘瑞奇联系 你们的毛线不错 顾客很满意 你们应当及时往我这发货 我们这缺货了 双方还建立了友情 但是通过这件事 给刘瑞奇很深很深的刺激 也可以说是打击 当头一半 刘瑞奇深感 这要不是名牌 不取得权威部门的认证 你这玩意就卖不上价钱 就没人认可 所以刘瑞奇也是痛下决心 一定把这合格证都整下来 我们请国际羊毛局发给我们通行证 那纯羊毛的标志是一个注册商标 用于新纯羊毛产品 国际上有个标志性权威性的标牌 像这种标牌就是五谷线 交织成的一个三角形 那么个融线球 这就是个标志 你要贴上它 那就是权威部门认证的 走到哪都没有问题 但是大伙又一想 咱认识谁 国际羊毛局 据大家知道 这个毛线产自西方 是英国人的专利 所以西方各大国 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的沟通 对中国 尤其没有名的一个小横元祥 能发给你这种标牌吗 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刘瑞奇是什么人 咱一再交代 他这个人认准的事情 九头牛拉不回来 他专做一些 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一定要做到 不能完成的事要完成 那是具有挑战性的刺激 这事说做就做 说办就办 刘瑞奇脑花好使 你要想打进国际羊毛局 你不了解国际羊毛局的情况怎么能行 他派横元祥很多能干的年轻人 四处寻找材料 说句笑话 就派出科科伯 科科伯是当初苏联的特务人员 说到这儿你得听清了 特务人员是特别任务 而不一定是贬义词 在我们的思想当中 那特务都戴着目光眼镜 歪戴着礼帽 厂胸漏怀 别着盒子枪 跟在别人的身后 不是搞暗杀 就是搞情报 一个好东西也没有 你要那么理解就错了 特务两字本身没有贬义 它是一种特殊的任务 苏联就叫科科伯 所以人们长挂在嘴边上就开玩笑 你看你长那样像科科伯似的 派出这些年轻人干嘛 去了解国际羊毛局的具体情况 这帮小伙子真能干 没过几天的时间 这么高一摞的情报 放在了总裁办公室的办公桌上 刘瑞奇认真地观看 认真地考察 认真地研究 不看则可 一看 刘瑞奇心有点沉重 为什么 众多的资料表明 人家要求的是相当之高 来不得半点虚假 你说你是纯羊毛的东西 你得经过什么样的检验 经过什么什么什么部门的研究 经过科学家的认证 你这东西才获真价实 人家才能答应 不通过这些手续 不通过这些考验 根本玩不转 而这些难关呢 当时的恒元祥都不具备啊 哎呀 刘瑞奇想 现在不行 将来总行吧 啊 今年不行 明年差不多吧 明年不行 还有后年呢 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 抓紧时间 达到人家国际羊毛级要求的标准 要不说刘瑞奇有恒心呢 马上把联合体那些厂长都找来了 让他们回去 更新设备 你们的机器落伍了 赶不上国际的需要 你们的机器 你们的设计人员工艺品 都要更新 一定要达到国际标准 主帅一声令下 下边是闻风而动 恒元祥联合体 马上展开革新运动 不惜投巨资更新设备 请专家到这来指导 这在动着咱还不说 这个人事关系 是重要重要 重中之中 后来通过材料上表明 有一位权威的女士 叫梅卓琳博士 她是澳大利亚人 现任国际羊毛局董事 兼大中华地区首席代表 她还曾经担任过澳大利亚驻港总领事 就这女人不是省油灯啊 此人处事颇具外交家的风格 为人处事是彬彬有礼 而柔中有刚 工作上是一丝不苟 但是她也有个毛病 她爱好什么呢 喜欢露脸 喜欢亮相 喜欢奉承 喜欢别人说她的好话 没说人无完人吗 另外还有一个人 叫常锦雄 常先生 这常锦雄啊 是香港籍 国际羊毛局驻中国的代表 祖籍是江苏无锡 此人呢 性格豪爽 为人仗义 他有个爱好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啥意思 您还不明白 爱喝酒 刘瑞奇了结了这些情况之后 把手一拍 天助我也 行了 那边更新设备 这边对人 我得下足了功夫 只要把这两个人给说服了 我们交成好朋友 进国际羊毛局 搬请那个标志 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这刘瑞奇说干就干 首先联系的是常代表 男人跟男人之间好沟通 后来通过熟人 见着了常代表 一来二去就接下了身后的友谊 人跟人就是这样 你常见面老联系 他就有感情 老不见面就疏远 所以两人相见恨晚 有说有笑 有一次刘瑞奇说 老常 我想请你出去散散心 咱便一天忙于工作 劳逸结合 行啊 你说上哪去 我说呀 咱们去观看 前唐江大潮 那是一大美景 咱去观潮去 回来之后 管保你心情愉悦 行啊 那定个时间咱俩去 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 两个人就到了前唐江 去观潮 咱们长话短说 到那找了个高级宾馆住去 晚上夜风息息 把酒坛子打开 酒香扑鼻 两个人不避拘礼了 领带摘下去 西装脱了 身上穿着宽大的睡衣 面对面做好声 高谈阔论 谈骨论筋 无话不谈啊 成了莫逆之交 这一晚上一只喝的天亮 你说这两个人得多大的酒量 几坛的酒全喝光了 天亮了以后 俩人招架不住了 睡觉 睡得香香的美美的 比二天又坐上车子 带着酒 带着应用之物 去观看前唐江大潮 这位代表看完之后心花怒放 前唐江大潮之美 无以伦比 难怪中国古代的诗人赞美前唐江大潮的诗 有的是他还能背诵几首 两个人通过这一次旅游更加深了感情了 在回来的路上 在回来的路上老常就把国际羊毛局的来龙去脉 人事关系 谁跟谁怎么回事 你要想申请都要通过哪些手续 打通哪些关节 等等等等等等 全都给泄了密了 好朋友嘛 无话不谈嘛 刘瑞琪是频频点头啊 刘瑞琪一想啊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谁也别吹牛 离开朋友 你玩不转 这么大的事情 更得靠朋友帮忙啊 这就是朋友 不能说这个人眼光短浅 喝了点酒 就出卖了机密 不能那么说 应当说两人一见倾心呢 所以刘瑞琪是受益匪浅 特别谈到梅卓琳梅女士 常代表说了 这个人至关重要 他是外交官出身 一丝不苟啊 哪一天呢 我领你去见见他 一回生两回熟嘛 但是你要说话谨慎 那个人说话是彬彬有礼 但柔中带刚 你一句话说错了 他马上就分析到你的用心 刘瑞琪点头 这你放心 你放心 好好 我一定仔细斩订 我一定仔细斩酌 书说简短 有那么一天 常代表陪着刘瑞琪 见着梅博士 梅卓琳 刘瑞琪一看 眼前就一亮了 心想人家不愧是外交家 徐娘半老 风云游存 年轻小一定是个漂亮的大美人 高挑的身材 彬彬有礼 一笑俩酒坑 闭法金眼 显着格外的诱人 而且见着刘瑞琪之后 也非常的亲热 通过常代表中间给介绍的 双方落座品茶 谈了谈对上海的情况 谈了谈中国现状 等等等等 这都是外大的铺垫 最后谈到主题了 刘瑞琪经过仔细的斟酌 最后说了 我们想申请纯羊毛标志 不知道您有哪些意见 卓琳女士一笑 欢迎啊 太好了 凡是你们提出的申请 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不过嘛 您必须要达到国际羊毛局的标准 如果达不到羊毛局的标准 对不起 那我就失礼了 您听人家说这话 柔中带刚 同时递给刘瑞琪打材料 你回去认真读吧 第一次拜会也就是十分钟 回来之后 刘瑞琪顾不得上吃饭了 赶紧把文本打开 赶紧把文本打开 上他有中英两种文字 他不认识外国字 看中文版呗 仔细认真地看 一看呐 冒汗了 那标准要求的真高 刘瑞琪顾 你琢磨他们要求毛线的标准 我敢说我不怕 现在恒元祥出的小男牌的融线 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 甚至超过他们 质量上毫无问题 但是其他的要求 厂房要如何如何 机器要如何如何 里头技术人员如何如何 这种高标准 现在还达不到 马上还得进行研究 还得重新启动新计划 刘瑞琪是马不停蹄 不过美女士这楼材料 也起到歧视作用 给刘瑞琪掌了不少知识 刘瑞琪通过读人家的文件 才了解到国际羊毛局的要求 及各国的情况 提高了自己的水平 对未来恒元祥的发展 有一定的帮助 刘瑞琪又召集联合提厂长开会 又重新进行了部署 又大量的投资 进行设备更新 按照美女士提供的材料 马上去办 简短揭说 数月之后一切齐毙 刘瑞琪做的心里都有数了 她特为发请帖 请梅卓琳博士亲自参观指导 对方接着电话之后了 表示同意 不过提出最近比较忙 咱们另定日子 某月某日 双方达成协议 到了那天 恒元祥及其下属 就像接待各国元首相思 大红的地毯铺上了 乐队准备好了 欢迎的锣鼓敲起来了 唢呐吹起来了 等着梅卓琳女士 在刘瑞琪的陪铜下 下了轿车之后 走在红地毯上 周围是掌声雷动 抱竹齐鸣 皮雷巴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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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啪哒 但是他还留恋外交官的生涯 一看着这就想起当年自己做外交官 在各地的情况 不由的是心话怒放 满脸都是笑 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挥手 同时刘瑞奇早就下了功夫了 把各大媒体的全请到了 能叫人家白费吗 得有相应的报酬 刘瑞奇交了笔了 多拍 多多的拍 梅博士的各种举动 各种手势都要拍下来 最好不要遗漏 明白 再看摄像机 照相机 闪光灯 刷刷之闪 梅博士是越看越高兴 刘瑞奇陪着他到厂房参观 梅女士还真就没想到 这恒元祥更新设备这么快 他们的机器这么新 全是各国一流的机器 他们的技术人员技术这么好 生产出的绒线 用手一抓 用鼻子一纹 这就合格 那还说什么 当天晚上 刘瑞奇又准备了 隆重的晚会 喝酒 唱歌 跳舞 这酒一般高了 美女是高兴的 是又跳又唱 这个事自然就通过了 这正是 人人尽说 数道难 窃者止步 勇者攀 无限风光 闲风尚 灯高更绝 天地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